Hello 大家好 我是Milly 今天我要做的是小熊爱心马卡龙 情人节快到了 所以我想多做一些跟情人节有关的主题的甜品 希望你们会喜欢 那视频里面用到的模板 我有放在视频下方的资讯栏 所以你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下载 第一次做马卡龙的同学 可以先看一下我另外一个视频 叫做基础马卡龙详解 那里面会讲的比较详细 说马卡龙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 好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先做马卡龙的夹心 今天我用的是巧克力甘纳许 那做法很简单就是把煮沸的鲜奶油 倒到黑巧克力里面 搅拌均匀 爆凉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装到裱花袋里面了 我一般会提前做好 那如果你是当天做的话 你会需要放到冰箱冷藏四五个小时 等到凝固就可以用了 接下来我们来做马卡龙 那第一步就是先把杏仁粉跟糖粉过筛 过筛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打蛋白 那打半白的话 我会先事先加一点塔塔粉到里面 然后糖是分三次加入 打到蛋白有一点细腻光泽的时候 就可以加颜色了 加完颜色之后我们就继续打到 你可以拉出来是一个直直的尖角 这样的硬性发泡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来搅拌 那我们把杏仁粉跟糖粉分两次 加入这个蛋白霜里面 搅拌的时候动作要轻柔的翻拌 不要太过用力 那搅拌到把这个面糊拉起来 它是慢慢的流下去 这样的状态就是我们要的 面糊做好之后就可以装到表画袋里面使用了 今天我们做了两个颜色 一个是红色一个是咖啡色 第一步我们先画爱心 首先你先挤一个圆形 然后像打勾样往下拉 再往上拉 再挤另外一个圆形 然后收尾是往侧 拉一个勾 这样爱心就做好了 接着我们来做小熊 小熊我会把这个面糊出口剪得小一点 因为小熊的尺寸比较小 那小熊很简单就是挤三个圆形 第一个是大的 是它的脸 接着再挤两个小的圆形 是它的耳朵 挤完马卡龙一样是把它敲三下 把里面的气泡敲出来 然后我们把它晾干 晾干到手摸到它不会黏手 表面有一个薄薄的膜 就可以拿进去烤了 好好之后放凉 我们就可以把它取下来 取下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画脸了 那今天我就是 比较随性的画一些不同的表情 你也可以在下面写你想说的话 这样马卡龙就做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你给我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转发分享我的视频 谢谢你们的收看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